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描绘的是一百多年前雾霾笼罩之下的伦敦国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 那对于当地人来说是一个噩梦的雾霾 对于艺术家莫奈来说呢却是他创作的灵感之源 从雾气之中光与空气仿佛都现出了真面目 而这正是印象派画家莫眉以求的 曾经的伦敦人为了生计谁也不知道雾是紫色的 但看到莫奈的作品之后他们异常愤怒 不过后来他们又发现莫奈似乎是对的 竟然把莫奈称为伦敦物的创始者 这幅画呢现在被保存在啊 莫斯科的普希金国立美术馆当中 事实上莫奈啊也同样主题创作的作品有19幅 他们都是以英国伦敦国会大厦为主题 从同一个角度来创作 他们的尺寸呢也都是一样的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呢我们也呼吁一下 希望以后呢只有在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当中 才能够看到雾霾 而不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希望我们都会有清晰的空气 婚礼时间把过巴黎